高雄市長陳其邁一身黑西裝 神情嚴肅 紀念碑前放上鮮花 二二八一早來到和平紀念公園 向受難者家屬致意 歷經這75年來 台灣民主化的一個過程 非常遙遠的烏克蘭 同樣的也發生 此時此刻的心情 大家都感同身受 台灣民主得來不易 陳其邁也特別提到 現在的烏克蘭國家面臨挑戰 此時此刻的心情 他也感同身受 一大早台南市長黃偉哲 也同樣到位在新穎的 二二八紀念公園 歷史可以原諒 但不能忘記 不止二二八當天 每年都會舉辦的 高雄二二八草地音樂會 今年就辦在台灣燈會的 魏武營燈區 晚上也點上烏克蘭國旗的黃藍色燈光 美眾手拿燈光 相互回應 而在南台灣的另一頭 也和烏克蘭站在一起 台南沿水月經港燈節 水岸特別設置大型投影 呈現黃藍色的烏克蘭國旗 就看到烏克蘭的國旗 就希望加油世界和平 從台灣就可以去聲援說烏克蘭他們的戰士 因為知道他們烏克蘭跟俄羅斯之間 目前的戰況很激烈 民眾紛紛跨海聲援 欣賞燈節同時 希望戰爭 早日平息 明新聞黃建宇林俊銘 南部報導 早